哈啰品觀點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本週的明目張達安 我們今天非常開心邀請到 我們最認真的市議員林國城議員 今天特別來到我們節目的現場 要來面對一下說 我們這個罷韓的議題 雖然韓國瑜他有公開的道歉 那我想來問一下這個議員 因為我們今天大概有幾個方向 就是韓國瑜這一次看白 到底會成功嗎 那第二就是我們這個 投票率到底有可能把韓國瑜把握掉嗎 第三就是未來面對保選的時候 你會選的或是白選的或是國民黨的哪選的 會推出的好選人 到底有辦法成功在高雄爭根嗎 韓國瑜現在做這些政治動作 包括度限 包括看白 那到底是在 我知道議員跟民眾黨關係不錯 如果用民眾黨的觀點來看的時候 這樣是好還是不好呢 一個市長做了不到三分之一 然後去選總統 我個人的看法是確實不同 我個人的看法是會造成今天 會被罷免的一個主要原因 那個一開始是一個外圍的民間組織 他發起罷免 對 那最後演變為民進黨也介入 那我的斷定民進黨中央有沒有介入 我不曉得 可是我看到的是因為民進黨的市議員 立法委員同仇敵愷的去站出來 去支持這個案子 所以我認為到最後就變成 韓國瑜是國民黨 然後這些罷免的後面的主力 是變成民進黨 所以我常建議他們兩黨 民主政治 選舉跟罷免 這都是我們公民權 沒錯 但是公民權的過程當中 我比較不太贊同 就是兩黨對決 韓國瑜他自己本身 也在議會道歉 那最近這幾天他的動作 是比較柔性 那我個人的看法就是說 到底他這個動作 是困獸之鬥 或者柔性是窮 這個我們大家都來談一下 因為我在看過去 韓國瑜是很嗆的 直接嗆回去 最近都很軟 最近啊 所以我曾經也曾經私底下 我有建議就是要 高調做事 低調做人 也就是說 你要低調的去處理這件事 因為罷免既然已經 第一步第二步都已經完成 那接下來就第三步的投票來做表決 那你一定要去面對啊 你用什麼使用這種什麼 這個司法的裁定啊 或什麼這個技巧性的行政阻檔 也就是像什麼投票所啊 或什麼東西 這些無形的抵抗 我認為是沒有必要 那照你做市議員的經驗 包括他最近度限 你看他經過這幾個月的時間 包括迪士尼的度限 包括他去選總統的度限 那你做市議員 你港獨一個收場的時候 他這個道歉到底是 對一個議員的監督來講 你們可以接受嗎 那他道歉是在道歉一個部分 也就是說 他三個月請假去選總統 是 那當然啦 因為我個人的看法 有道歉 總比沒道歉 會不會太晚啊 似乎有一點晚 但是總是算道歉 可是他道歉的太早 也不對 道歉的太晚也不對 所以這個道歉兩個字 說實在的 你要去訂說太早太晚 我個人看法 是在這個部分 是沒有辦法去斷定 可是可以決定 他是道歉的 高雄市民賣不賣滅 或者接不接受 那就要看6月6號了 現在你的感覺 6月6號 我們平方先說 你覺得怎麼會過 過的機會是濃度 是濃的 也就是說 有機會 有機會 但是就要看啦 最近如果像我們現在的疫情 疫情穩定 罷免過的機會就很大 像這個奸捷要罷免的 這些實益 在高雄裡面 評估起來 差不多63萬 喔 這麼多 對 那63萬 但是 這63萬 其中還是有夾帶一個 現在是氣頭上 可是我在看 他現在韓國瑜 對於最近的這些 行事風格的低調 以及那種柔性的攻勢 我認為會多少會影響 一個罷免的這些動向 我們台灣人就是這樣嘛 尤其是高雄市民 說實在話 他們很高雄市民 你要去叫他去蓋票給你當選 欸 他會拍拍手 他會很樂意 可是叫我去 蓋一個罷免 我說實在 不好意思啦 以前我就回來了 所以台灣人就是非常敦厚 台灣人就非常 說一個比較快的 他的心肝很軟 那天6月6號就很簡單 如果百萬出來投票 那韓國瑜一定被罷免掉 一定罷免掉 那如果那天 出來高雄市的出來投票 他只有60萬 或62萬 那罷免過的機率就不高了 那如果你根本就是 58萬 那全部通通投給你嗎 也不一定 不一定 所以我們就看6月6號 這個投票率 這個投票率要是關鍵 不管你有支持不支持 有出來投票都很重要 另外這件事 說面對未來有可能 我們如果說真的 讓他罷免掉 成功 成功了 因為現在綠營 大概就是陳其邁 雖然留任這個副院長 他的可能性也很高 但我們看到這個 柯文哲市長的民眾黨 也有很大的動作 包括這個張綺路 李南部生日的一個服務處 作為這個服務的營運中心 這個蔡必如也把這個 他的戶口刷去高雄 包括有可能 也有傳出說要跟這個 親民黨的吳議政 議員要做合作 你認為說未來 這個人選 藍綠白 有可能變成對 以外看法 那國民黨民進黨 當然我們不用說 他們一定推人 沒錯 那至於因為我本身也是民眾黨的議員 那當然我不是做決策的黨職 但是當然也列之一二 確實我們蔡必如委員 他是把戶籍簽下去 因為他本身就是屏東人 一屏東人 一屏東人 所以他現在任養的地方 是屏東跟高雄 因為他簽戶口簽到那邊 是不是會針對要選高雄市長 那我說實在 現在是未定 未定 所以民眾黨還沒確定說 要不要推 因為民眾黨如果要推人 也要等6月6號以後 再來做決定 所以當然因為我們台灣的政敵 現在比較有些先前的就是 要不要做的事情 就開始推這個人推這個人 實際上來說 到現在為止 要等6月6號以後 才會去做決定 可是我們民眾黨 確實有所準備 有所準備 包括我們張祺路立委 或者這個蔡碧如委員 還有吳一正議員 另外還有一個沒有曝光的人 還是在籌編 但是這個人到底會不會代表民眾黨 那就要看 因為其實 那也有可能是用合作的嗎 合作的是有可能 是有可能的 還沒說誰 還沒有 還沒有 因為6月6號都還沒有罷免的 那因為你如果罷免成功 韓國瑜到底會不會用訴訟的問題去拖延 或者這個順順利利的要三個月裡面要改選 這等等都是還是存在一個問號 所以現在講說 我們到底會不會推人 我們是有這種規劃 但是最後會不會推人 還是要黨中央來做最後的解決 我最初要問議員一個問題 因為我們 你雖然說這個藍綠一定會推人 你不會覺得說 想不到我們民眾黨 要有這麼多人選 那算 民進黨也有一個陳其邁的民調比這些人更高 但我問你 你覺得國民黨 我們就沒有啦 好啦 因為今天很歡迎請到這個國城議員 因為我們想不到說 民眾黨有這個跡象在 未來高雄市的播算 有可能會做這個藍綠白 都共同推出給高雄市民做一個參考 是是是 非常感謝這禮拜 感謝我們這個林國城議員 感謝議員 好 明目張胆 拜拜 拜拜 拜拜